这已经9月中旬了 快9月中旬了 这个台风是接二连三 最近又有一个新的台风 在西北太平洋上生成 但是好在它对我们国家没有影响 主要是奔日本去的 这个台风的名字很好听 叫鸳鸯 鸳鸯台风 鸳鸯台风 就并不是说它要成双成对 它就这么一个 而且是往东北方向去的 所以它会擦着日本本岛 这样过去 对中国几乎就没有什么大的影响了 对上海更没有影响 但是昨天中央气象局的 这个新闻发布会上说 这个9月份会至少有一个台风 影响到中国 所以这个台风会是第15号台风 还是多少号台风呢 我们拭目以待 反正最近这一段时间真的 叫什么呢 秋老虎 秋老虎盛宵 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 这个防鼠降温 暂时就会发布 暂时就会发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